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是雲中龍 復刻了一個超激戰的關卡,就是這隻邪鍊波 邪鍊波早前我已經打了Z和超Z核1 但超Z核用了三顆石才過得到 有看我魔人報的零石片時也聽過 我也有點遺憾,會挑戰所有超激戰,希望可以零石 而這版是我不能夠零石通關的其中一版 所以我今天又會再去挑戰它 超Z核1,40 因為我打過一次,那時已經因應這版作出了少少的調整 我們還是選擇甲比特 這隊就是我參戰的隊伍 巴達克加契利2,主要用來封技 最新抽回來的邪鍊波,助攻和防守的效果 那隻悟空的物體終於UR醒覺了 剛剛也復刻了地球超激戰,所以趁這個機會醒覺 主要用來氣絕,裝置也是氣絕 另一隻裝置也是氣絕 那隻肥佬是純粹用來防守的 當然是主力甲比特 這隊主力是要氣絕的 而且要記住,一隻超級殺人加10%的攻擊力 現在我這裏有兩隻,即是加了20% 較早的影片,我放了三隻 中了30%的攻擊力,所以超級高攻 好,我們先看看這裏 我們先走個2 走個1 走個4 來個2 非常好,非常好,是氣絕 這個1 5 我們不要搏兩個氣絕 拿這個 總括來說,儲存氣也不錯 開球 先打一隻肥子 先打一隻肥子 由於是 超級高攻,一開始也會出必殺技 這個時候 這樣就大阿 我們會先退遲一下 因為這一招 如果你不是用力屬性去擋 不是,你不是用力屬性去擋 如果必殺技打完你,你基本上是死硬的 既然這樣,我們就這樣 我會為下一部份做準備 我會這樣 接著我們要用鬼 補命 順便棄絕 一部份是散彈炮,所以沒有風技,沒有卡牌擋 就這樣 用了牛魔王,應該擋得到,不過是危險的 氣絕了,這部份就不用理會了 我會把甲比特放在中間 最高攻擊力了,現在 無論如何都很嚴重 先把甲比特 甲比特 然後就燒到這裡 把甲比特 自由利,超西封印拳 甲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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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接著就來了 占捏波,占捏波 劇場班人都這樣叫 來了,變身了 占捏波 好了,看看 我們先看看 要看看下一部份是誰 甲比特、巴達克那些 擋就一定要這樣擋 斜捏波波 也是一種卡 所以可以這樣抵擋它 我們先看看 先來 先來自由 不要理會這麼多 會不會出必呢 我怕會出必 出必呢 其中一隻中了都很嚴重 這裏的裝紙 裝紙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嗯 裝紙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們又留下 下一隻 我怕會出必殺技 必殺技 其實兩隻都很危險的 一陣子 哇,真的出必 撐住啊 斜捏波 加上奧魔王 撐住 嘩,好險啊 這麼高防 再加上奧魔王 都15000 不加奧魔王會不會大 真是高攻 肥佬龜波起攻 這隻好像叫鼻胸 撐 撐住 嘩 不要想太多 封必先 封必再加防守 這樣呢 就先吃 這堆 燒了一堆沒什麼用的豬 好嗎? 這樣 然後這裏留在這裏 不要這樣 應該這樣吃這裏 然後甲比特吃這三顆 封必再加防守 然後裝置 起絕 起絕槍 巴達克 超西封印拳 封必先 不用再加防守 不用再加防守 剛才那招 擋住 我們先要這樣調轉 那那隻怎麼辦呢?那隻是硬吃的 我們先看看TEMS 甲比達又來了 我們先看看 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呢?其實沒什麼所謂 這樣就算了 這樣呢? 也不是,應該是這樣 剛剛這樣 裝紙燒些粒 燒些粒會不會掉下來 燒些粒 然後呢 就 這裏有四顆 這樣吧 這樣吧 好,我們先熄一下鮮豆 它不會用必殺技 那這裏 可以頂得上 這裏 接著我呢 TEMS 沒有氣絕的 即是要硬吃 這樣呢 我們要留一些力屬性 這些瘸屬性可以吃到斜鏈波上 嘩 三萬多 好恐怖 這麼高功力 斜鏈波 懦殺爪 斬斬斬斬 頂住 嘩,你這條混蛋 就這樣吧 別想了 這樣呢 現在我們要 這裏就可以先燒一燒 我們看看我們有什麼物品才用 這樣呢 我們回復 好了,我們要用牛魔王用完 用完 然後夾比達 OK 可以 可以 那 它第一隻 我一定要封你 不要想太多 是,封了 希望它第一隻 沒有出必 不然就大件事 出啦 給空 沒事 那就是第二隻出啦 也不需要用牛魔王 算了 差不多了 啾 其實也不需要用牛魔王 算了 砰 捱多兩槍 夾比達尼多兩次就完成了 捱多兩次 加油啊各位 頂住啊 鼻胸 好 好了,又是氣絕的時間了 這樣呢 不要管了 氣絕槍 看一下,這裡 1,2,3 先來吃了這堆 接著就吃 這堆 然後呢 布馬 裝紙 我喜歡叫它裝紙 看下一次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留下 斜念不下 這堆可以留下 這堆沒什麼所謂 先把垃圾燒掉 這些垃圾燒掉 好 來啦,裝紙 靠你了 氣絕槍 睡覺啊 快點睡覺啊 睡覺 哎呀,不睡覺 不要緊 還有氣絕死亡彈 醒個板 睡覺啊 中 又不中 氣絕了 好,成功 成功 成功 我現在偷了一回合 甲比特又來 我們又可以再用甲比特自由 看看中間會不會更厲害 沒有更厲害 首先呢 三格 這樣吧 甲比特自由 先做甲比特自由 然後 這裡隨便 來吧 兩顆夠了 這樣就燒了這裡 好 甲比特 接招 丟 按著 還有一端就完成了 超西風引拳 再封你B 不讓你用啊 你自己的必殺記者 只是在頭一端就用了 之後都沒有用過 螺絲爪 斬啊 三萬一 嘩 兩隻夾在那裡 我用不到B 那我就不理會 我呢 會這樣 這樣呢 首先呢 我們就 應該都沒事的 當你 鼻胸擋 擋得住的 沒事的 他就兩隻而已 兩隻就沒事了 我們先看看下端 下端就有甲比特來了 這樣呢 基本上都搞定了 這樣 看裝置是否棄住到你了 你一定用完毋必啦 肥老闆龜波氣功 來吧 頂住 再頂住 起著出去 睡覺 哎呀 中不中 哎呀 不中啊 但最後了 甲比特來了 你還不死? 你死吧 好了 最後了 沒有了 這裡不夠了 我不會這樣吃 還是二、四、六 當然是這樣吃 這樣也死了吧 甲比特 The End The End The End 還要出終極必殺技 好 The End 像劇場版一樣做 你用這招 玩完 這次很輕鬆過 因為做了調整 那 嗯 用力絕對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 你見一下 我起碼偷了一招 壓力就少了 因為這招 超級高攻 如果你被他發動必殺技 那就非常危險 好 搞定 好 一 那就搞定了 又搞定了一把超級戰壓 可以用零石來打 不過我還要打多幾次 因為我要打他的鏡章 去醒覺我的斜鍊球 現在還差多少個 好像差三四個左右 我也是 那就快可以醒覺他 醒覺了就更厲害 好 看一看我的隊伍 先 這一隊就是我參戰的隊伍 又巴克 領導技就是希力加爾 最重要就是必殺技能夠封他的必殺技 因為這隻斜鍊球的必殺技是超級高攻的 他出了 都大件事 那麼 斜鍊球 斜鍊球是一張攻擊和防禦加起來的一張卡牌 擁有高防和高攻的攻擊力 還未醒覺也很厲害 好了 將悟空的物體 SS 氣絕死亡彈 R醒覺了 主要就是令他氣絕 下面的裝置 拿著槍的裝置 都是用來氣絕 主要 中間 為甚麼可以配合另一隻裝置 因為那隻裝置和下面的裝置 配合會加氣力 但是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想氣絕 那隻裝置 這隻裝置 有時候會發動到隱藏技能令人氣絕 不過其實不高 這個 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所以就選擇這張 好了 這隻比空 你看我有幾次都用這隻去防守 這隻是用來防守 一流 因為可以減傷 減一半 所以就是這樣組裝 還有這兩隻 它的隱藏技能 是加氣力2 可以盡 HP在50%以上的時候 加氣力2 這隻也是 變成 可以盡快使用必殺技 有一個效果就是 然後 隊友用甲比達 必然一到甲比達 就一定要用他的必殺技 盡快打完 就可以盡快搞定 邪念波的超高攻 不思議和他長磨 所以就是這樣打 如果這版 你覺得我 要有攻擊力 也要有防守力 所以有風技 有氣絕 比較好的 這張邪念波 是厲害的 剛才我看到他擋 都擋了幾多 好了 今天 少少分享 少少心得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尾聲 喜歡的話 就按個讚 記得最重要是訂閱我 下次我們再挑戰新的關卡 如果你說超激戰來說 我應該還欠超沙悟空 和甲比達 還沒拿到靈石 其他都拿到靈石 如果那兩版 照出的話 我再打給大家看 好了 今天少少好的分享 喜歡的話 記得要給我一個讚 最重要是訂閱我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見 拜拜